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看来这部古装甜宠剧真的是很受欢迎了 这部剧更是因为聚精一的热度成为了焦点剧之一 虽然这部影视剧受到吐槽声音很多 但是不得不说这部剧热度是不小的 特别是聚精一出演这部影视剧刚开始就有很多人关注了 官宣以来争议也是不断 那时奈何人家的热度和流量就是多 这部剧当中聚精一贡献的流量应该是最多的了 这部剧说是云西传2.0 其实两部剧的剧情也不太一样 只是因为是云班人马出演 看着可能会有点跳戏吧 加上这部剧当中聚精一和张哲瀚又是王妃和王爷的设定 聚精一的造型变化也不大 看这多少是会有些跳戏的 但是两部剧的剧情还是不一样的 除了两位主演之外 其他的云班人马设定也是有改变的 聚精一演技进步很大 人气更是高尚 这部剧最近也是有更新的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追这部剧呢 聚精一在这部剧当中被吐槽的还是挺多的 因为聚精一出演的不少影视剧当中 造型都是很相似的 这也是怪不得的 大家看着是容易跳戏回这个云熙传 造型实在是太相似了 但是这也是没办法呀 定装的造型就是这样 还是希望聚精一尝试一下别的造型吧 剧情也是遭遇过不少的吐槽 但这部剧当中的几位演员的演技还是不错的 聚精一虽然是女团成员出道 最近这几年才开始走上演员的道路 但她的演技还是很不错的 从云熙传到如意芳菲 演技还是有不少的进步 有感兴趣的小伙伴 这部剧还是可以看一下的 虽然如意芳菲被吐槽了很多 但是也不得不承认 这部剧的热度的确是挺高的 剧情一的人气也是很高涨 凭借着这些人气和流量 就能够把如意芳菲送上焦点剧的位置 开播到现在热度还能够成回第一 也是很厉害了 以上就是本次的全部内容 对此你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吗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兵分娱乐修 如果您喜欢我们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